主要是學會OS.Walk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其實非常好用 它裡面可以幫你做 其實剛開始我看一些其他的書籍真的很難看懂 其實最後發現還是你把它直接print裡面的東西出來 大概就知道裡面放什麼了,會比較快 不然有時候你看書裡面它寫的實在太複雜了 主要這個是輸出它的目錄 名稱,所以這個root是放一個字串 這個是放一個串列,這個也是放串列 把它分別把它print出來 再配合那個OS.paste 裡面有一個叫OS是否存在的這個方法 去檢查這個檔案 如果有存在就把它鋁目掉刪掉 其他OS還有蠻多很重要的方法 這樣目錄也可以 或者是要建立目錄等等的 還有蠻多的方法 所以請各位就是也是可以再參考一下那個 雲端上面我也把它整理出來 其他的比較重要的方法 怎麼用 如果有些時候沒有提到的話 那你可以自己練習一下 這些比較重要的 其他可能比較少用的 也許你大概知道 將來如果需要的話 你就把它拿來用 那再來的話 這個是用OS的這個work方法 但如果說今天假如說 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 我們剛剛是直接在那個DOS DOS底下 直接輸入 就是這個地方打一個 CMD Enter 跳出來 然後就DIR 目錄 可是實際上 那個Python它也支援 就是 DOS模式裡面 所有的動作 也就是說 我剛剛提過 你用help 裡面 這些東西呢 它都其實有支援 那也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要用Python 去輸出DOS的指令的話 你不用開啟DOS 你就直接怎麼樣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輸出 這個DIR的話 其實喔 我把這兩個先刪掉 如果我們不開啟DOS模式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一個方法 假設你要開它嘛 我們前面是 這個DIR 是.tsd 是手動 但如果你不手動的話 其實有一個方法 你一樣用input 一樣用OS OS裡面有一個方法 OS 點什麼呢 點system 所以你打一個sy s system 它會出現 然後後面刮戶 它會出現一個command 有沒有 這個command 意思是說 你可以在這邊下 那個什麼呢 下命令 這個命令 其實就有點像 丟到DOS裡下去執行 所以特別注意喔 也就是說我今天喔 假如要這邊打 DIR 有沒有 直接就在 就有點像我要開DOS去打 不用啦 你直接在這邊打就可以 那只是差別是說呢 我們剛剛是因為喔 直接去到那個目錄的上方 輸入CMD嘛 它會自動幫我帶這個 就是 它的磁碟機 跟它的目錄 但是 這個地方喔 我們就 就沒辦法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喔 直接拿這個路徑喔 這個路徑點一下 把這個路徑複製一下 變成說它比較麻煩的地方 你要跟它講 在哪個磁碟的哪個目錄 OK 所以我要DIR什麼 DIR哪個磁碟哪個目錄 我跟它講說 D冒號斜線 意思是D磁碟底下的所有東西 然後呢 做什麼呢 我要幫我 轉移到 沒有嘛 轉移之前喔 前面還有一個斜線 B嘛 對不對 空一格 幫我丟到哪裡呢 丟到那個 D冒號斜線底下的 的 的根目錄有沒有 再打一個 DIR 點 TST 這樣子 OK 就完成了 所以喔 我們先這個底下先不執行 我們先執行這個地方就好 所以 以後呢 如果你要在Python裡面 執行DOS的指令的話 其實用這個方法就OK 所以喔 擴充性非常大喔 以前你會用DOS的人喔 其實喔 裡面的所有指令呢 通通都可以拿來用 所以以前怎麼樣 所以我剛剛講 CMD 其實如果你想知道 裡面還有哪些指令的話 打一個Hail合就可以了 所以呢 DOS底下能做什麼呢 這些都有 包含像一些檔案的 刪除 還有Copy 有沒有 比如說你要複製檔案 如果你 不太會複製檔案 沒關係 你其實可以用DOS裡面的Copy指令 把哪個目錄裡面的所有檔案 call到另外一個目錄去 這邊都有啦 因為以前我們都蠻習慣的 在下面 在沒有Windows的時代底下 都是要打指令的喔 這些其實都可以拿來用 OK喔 好 那比如說我今天呢 這個 輸入完之後的話 其實就是兩行 一個 Input的OS 一個用OS的System 然後把這個指令做完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喔 它會不會成功喔 這裡面有沒有 我把DIR跟O 都刪掉 刪掉之後我執行 大家看看 執行 OK 沒有 因為 這個地方執行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喔 DIR 打開 有了喔 對不對喔 打開來看一下 也有了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 當然一樣還是會多一個DIR.tst 所以 如果你要把它合併的話 可能要避開這個 所以呢 我們之前手動的部分呢 基本上你也可以不用手動 所以如果你不會用OS.work 用這個方法也可以啦 只是說呢 接下來程式怎麼寫呢 後面的部分喔 其實都一樣 所以後面的話 我剛剛有註解掉 我把它按啊 所以後面的話 因為你已經把它 產生了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再去開它 就沒有問題 所以多這兩行 然後把它讀進來 讀到一個List1裡面 對不對 但是會有個問題喔 如果你這樣全部把它合併的話 看一下 它合併完成 可是會有另外一個衍生性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它把這個也合併進來 有沒有 那怎麼辦 很簡單嘛 就把 因為呢 基本上喔 它這個DIR裡面 就是這一個是放0嘛 這個是放1嘛 放串列 就是把ReaderLine讀進來 所以如果你要避開這個檔案的話 那你不如就怎麼樣 不要全部啦 你就是 跳過第一個嘛 就是底下的全部都把它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 這邊底下有沒有 我前面講過啊 這個是for each的序 一序就每一個嘛 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邊把它改成for i 有沒有 for i 就好了 in那個range 哪個range呢 這inrange 變成說我要給範圍喔 我不是全部喔 不是全部都要 我要的是從第一個 預設值是從0開始 那我從第幾個 從第一個 第一個到 它的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就是LEN的那個什麼呢 LEN LIST 1 OK 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有選擇性了 那再來的話呢 它就不是全部都丟到NAME 而是什麼 你就用什麼LIST 然後把它怎麼樣呢 我要從第幾個呢 從第i個 因為i從1開始 不是從0開始 所以避開第一個 DIR.TST 然後其他應該就OK了 好 再來頂多就是說 我們做完 這個動作之前 其實還是一樣 我乾脆把剛剛寫的 檢查一下那個 O存不存在 如果存在的話呢 就幫我刪掉 這樣的話會更完整 所以我可以把這邊 加一個這個 如果 O存在的話 就幫我把它刪掉 然後呢 我就再產生DIR的目錄 並且把它全部讀到LIST 1 但是要避開什麼 避開裡面的那個第一個 所以我可以寫成這樣子 for i in range 本來是0 那變成1 1的話就跳過它了 OK 然後再分別把資料 要讀進來 合併到O裡面去 欸 就成功了 看一下 應該這樣OK了 所以把這邊 再把它刪掉 我們重來一遍 試亂看看 所以執行的話 好 合併完成 看一下結果 OK 所以一樣會產生DIR 它裡面 跳過它 所以O裡面看看 欸 你會發現 跳過O之後的話 三重沒問題 底下的話呢 換行這也沒問題 所以全部又合併完成 OK 所以請各位試下 那這一題 這個部分的改變 最大的應該是 這個而已啦 其實關鍵就在這裡 OS.System 只是說呢 因為 尤其是這個目錄 這個目錄 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我剛剛 我剛剛是直接 摳過來貼 我是建議 當然你可以用自己打的 不過我是建議 用貼的比較保險 為什麼 因為常常有同學 自己打 常常出問題 所以這邊的話 怎麼把它貼過來 很簡單 點一下這個路徑有沒有 按右鍵 複製 貼過去就好了 這樣是最保險 保證不會錯 所以寫程式盡量 還是避免錯誤 所以有的時候 即便看到是一模一樣喔 我同學就是錯 Bug怎麼辦 我剛剛複製貼過去 馬上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有時候 欸 這招也是要去把它複製 然後就貼 DIR這個目錄 然後呢 縮寫 然後到這個目錄底下的DIR 所以關鍵就這一行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所以如果說我要自動的幫我輸出 這個目錄結構的話 另外有一招 就是透過 OS.System 去執行DOS的指令 它也會執行 所以如果你會用OS.System 哇 那你又更擴充了 擴充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也可以取用DOS裡面所有的指令 那DOS裡面所有的指令 應用面就更廣泛喔 可以做多少事情 非常多的事情喔 所以喔 這個地方兩個方法都可以選 除了可以用OS之外 也可以用DOS這樣的指令 哇 那不得了的 其實光這部分喔 其實Python就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只要是檔案處理的話 交給Python來做 就非常的簡單 OK 所以這個延伸性喔 我想嗯 非常大 另外就是說 Python喔 在寫的程式也非常簡短 喔 所以這部分的話喔 假設你會用的話啦 真的太多事情都可以自動化了 時間到自動執行一下 執行什麼呢 其實就是用那個Python去幫你去執行DOS的指令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你就把它全部寫在Python裡面 這樣子 這一招的話喔 我是覺得還蠻推薦各位可以把它學起來喔 並且多多的善加應用 那 可以做到很多自動化的這個結果啦 OK 這裡的話 試一下喔